陈亚兰今期日出席2024爱在一起岁末送暖餐会 与长辈一起用餐 陈亚兰谈及四年多前曾探访一位独居的陈奶奶 与对方约定好之后在聚会上见面 她看歌仔细很开心 她说下次要来看 无奈疫情爆发三年多 陈亚兰终于在今年举办餐会 未料在筹划时得知陈奶奶已离世 她非常震惊 哽咽落泪 疫情让多少人天人永隔 如果早一点半就好了 去年三月陈亚兰一度因太劳累心脏不适 就诊后发现心率不整 得带上追踪器和吃药控制 陈亚兰说现在要固定吃心脏的药 每三个月要回诊 而她过去因拍戏忙碌长只睡二小时 现在的她很养生 每天最少让自己睡五小时 强调现在状况很好 请大家不用担心 陈亚兰2022年以嘉庆军由台湾入围并获得第57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 陈亚兰透露常年每天只吃一餐 顶多宵夜吃饼干配水只饥饿 回想金钟奖典礼前为了美美出席 她那段时间努力瘦身 肚子饿时只喝水 有饿到头晕 但还没昏倒 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错误示范 呼吁大家注重身体健康 能诠释英气小生 亦能扮演俏丽小蛋的陈亚兰 成长于歌仔戏世家 从妈妈肚里就听歌仔戏长大 三岁登台演戏 十八岁当起剧团小生 二十一岁就被杨丽花相中 手把手教授 成为她的得意门生 小时候的陈亚兰却相当排斥这个舞台 她说有句礼语叫父母无声事 送男去学戏 一级家境不好 才会送小孩去学一技之长 让他从来不敢带同学回家 就怕被看不起 长大后回想当时 陈亚兰觉得自己像井底之蛙 不知道杨丽花在北部这么红 如果知道的话 我就会大肆宣扬 让大家知道演歌仔戏也可以当天王 资深歌仔戏演员陈亚兰 以嘉庆君由台湾角逐金钟市地 写下金钟史上首位女性演员 荣获慈奖的里程碑 让她感动没有愧对恩师 也盼让千奇家庭连结的歌仔戏继续传承 由于金钟奖报名是按照角色性别 而非演员本身 陈亚兰接受访问时表示 本来自己就决定抱男主角 原以为歌仔戏女扮男装角色应该没机会 没想到却史无前例注为解获奖 让她特别感谢评审突破思维 也有感身处于进步的年代 赶紧向恩师 国宝歌仔戏演员杨丽花报喜 陈亚兰表示 女扮男装的下功夫 绝不比男生轻松 早上四 五时就得起床练身段 唱枪 让自己的举手投足比男人更男人 杨阿姨说一个小生的养成 没有四十岁不会成气后 陈亚兰花数十年沉淀一个角色中成气后 也让杨丽花骄傲对她说 你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 除了歌仔戏外 多才多艺的陈亚兰其实也跨足戏剧 唱歌 主持 还曾入围金钟事后 综艺节目主持人 跨界腰于不断 但她说 最爱的还是歌仔戏 而传承是自己最重要的使命 让她愿意卖掉三栋房产 成无可蜗牛 就为尽善尽美制作嘉庆军由台湾 这是台湾唯一土生土长的戏曲剧种 狠接地气 阐述正能量 告诉你恶有恶报 不教人做奸犯科 看歌仔戏的小孩不会变坏 不希望歌仔戏随着时代变迁而没落 陈亚兰说 只可惜 在政策 多元娱乐潮流等影响下 电视歌仔戏一度消失营幕前 直到2019年 杨丽花与陈亚兰带着中校节一回归 这是电视歌仔戏 魁为16年重返八点档的重要一刻 获得广大回响 三年后 陈亚兰也抓紧时机再推嘉庆军由台湾 他透露全剧30集累计收看人次超过1500万 电视歌仔戏依旧有粉丝 很多人被唤醒 觉得有戏看真好 先前是因为隔太久没做 大家没地方看才被渐渐遗忘 陈亚兰吐露 刚拍完嘉庆军由台湾时一度心灰意冷 他发掘电视歌仔戏空窗的16年间 台湾的观众不见了 专业人才流失了 古装的服装 制景师也消失了 自己除了扛起主角嘉庆军重担外 还得身兼制作人 戏曲导演 监督配乐剪片等 动脑想着如何把创新加入 24小时都不够用 怀疑起自己单起传承重责的能力 嘉庆军由台湾剥笔后 虽然许多粉丝依依不舍 期待下一步 陈亚兰却有些却不 坦诚钱都花光了 自嘲现在得继生上流暂居恩师杨丽花家 但杨丽花也只是拍拍她说顺其自然 鼓励她 所幸今中奖史无前例地让陈亚兰 以女身男相角逐势逝地 仿佛打了继强星针在她身上 她也说 成绩这么不错 再放手真的有点可惜 陈亚兰受访时一度眼眶泛红室内 她说 歌仔戏真的没有被遗忘 只是没出现在江湖上 借由电视的传播力 我相信只要她能够常态性演出 这个文化一定能被保留 传承下去 我们愿意负担这个责任 但也希望全民共同参与 陈亚兰本名陈文翠 在1965年出生于澎湖 在认识师傅杨丽花前 她小时候就已和歌仔戏结缘 由于爸爸是歌仔戏团团长 妈妈是剧团中的当家小生 陈亚兰自小就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中长大 年仅四岁时还曾上台客串 事实上 陈亚兰曾在节目上坦言 小时候的自己其实相当排斥歌仔戏 奈何不舍父母为了生活辛苦奔波 她在18岁那年毅然决然站上了舞台 而这也注定了她与歌仔戏不可分割的命运 陈亚兰自她上舞台后 就开始学习各种歌仔戏相关技能 虽然身为女子 但她的小生扮相尤其帅气 因缘际会之下 她在20岁时被借条到明华园剧团 客串出演了戏剧父子情深 虽然只在短短7集内出现了7场戏 却应该部作品吸引了歌仔戏天王杨丽花的注意 也让父母欣然同意前往杨丽花的剧团学习 从南部北上打拼 刚从爸爸的剧团加入杨丽花的剧团时 陈亚兰甚至还搬进了师父杨丽花 位于天母的住处 从生活习惯 演习到做人道理 无意不受到歌仔戏天王的影响 遵循师父的寻寻教会 也让陈亚兰多次强调 杨丽花是她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不过 陈亚兰本身的性格上进 勤奋 备受杨丽花疼爱 没想到还因此传出 她是杨丽花私生女的传闻 让师徒俩很是哭笑不得 随着师徒俩一起演出电视歌仔戏 甚至从杨丽花手上接过角色 陈亚兰谨记师父的教会 你如果演得比我好 那就是我的成功 陈亚兰也不负众望 随着演艺事业越来越成功 她自此歌听秀 戏剧 唱片 主持邀约不断 更在2005年因歌仔戏与主持节目 人气席卷下门 还成为首位在大陆取得主持证的台湾艺人 不过 陈亚兰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歌仔戏 并没有受到在大陆走红时的名利诱惑 最终决定返回台湾 她曾在节目上表示 应该回来为歌仔戏奉献 就这样一头栽进歌仔戏行业里 并在师父杨丽花的鼓励下 决定于2011年成立陈亚兰歌仔戏团 至今仍不断发挥创意 致力于传承歌仔戏 为生活而演戏 为传承而表演的陈亚兰 戏数从第一部剧作《韩信道珠红武》 《红龙梦落神天龙传奇》 与一人分饰三角的君臣行申和忠孝节 一等三十多部电视歌仔戏 加上十多部舞台歌仔戏 像是在国家戏剧院演出的吕布与貂蝉 梁山伯与助英台与丹心旧主演到脚底筋膜炎 以及战上台北小巨蛋表演薛丁山与梵梨花和恩师杨丽花精彩细腻的活系丢球出演下 跑破了一双绣花鞋 总在一次次演戏历练中 获益良多的陈亚兰 热切地寻找自己往下扎根的底蕴 在反馈于歌仔戏教养之恩 认识到歌仔戏是台湾的原生剧种 大家会去纽约看百老汇 去意大利看歌剧 去日本看歌舞剧或宝种 在台湾就是要看我们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歌仔戏 因而成立陈亚兰歌仔戏团来持续不断筹制电视歌仔戏与舞台戏曲的她 在推出的嘉庆军由台湾除了主演也身兼制作人 承袭着歌仔戏先锋东方不败杨丽花的脚步 跟着时代的轨迹走 融合传统与创新 故事铺陈民间故事与正统曲调 兼顾评则押运和符合情节 更亲自创作撰写台湾好宣传区歌词 进行成功